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北焦点附近的一个核像 日时因为是太阳和月亮的核像 所以就变成了我们的需求和我们的要求合为一体 日时会带来一种非常强大的一个能量 会伴随着一种强烈的一个生命力 想要马上去开始 并且这种想要马上开始的一个愿望是无可阻挡的 就有如一个种子 它要发芽 它要破茧而出 那么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得了的 而且任何事情在日时的时候都会变成一个萌芽 那日时它影响的一个期间会提前三个月 那整个的一个周期会是在一年左右的时间 这次的新月和日时是发生在九月十三号处女座 因为是在处女和双鱼的一个轴线 所以会触及的一些方面和领域就包括了公共医疗 卫生弱势群体以及一些社团社工服务牺牲奉献等等领域 那么也会让我们更加关乎的和重视的就是一些细节 工作的流程日常生活服务和奉献 因为处女座它本身有着日常生活计划和秩序 思路非常清晰 追求完美 关乎健康 讲求奉献和服务等等遗憾 所以这次会让我们变得更加挑剔和执着 也有可能会让我们下定决心要改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 以及以往的一些工作流程工作习惯 由于天王星明王星和凯伦星三个外行星的介入 多少会带给人一种宿命的感觉 虽然明王星这次是和新月以及日时形成的是120度的三分像 三分像主义柔和相味 但仍然会带来一种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自信和掌控力 同时会有一种坚强的意志力和再生力 但天王星跟凯伦星会带来骚动和不安 以及敏感受伤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日时和新月对十二星座的影响 白羊座在工作方面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和计划 那么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 并且随之而来会有一种张力 但好像又有另外一种声音在提醒我们 现在还不是过分表现自己的时候 所以所有的计划需要务实 不过既然新月和日时都发生在你的工作宫 那么不如积极地去拥抱这个机会 把现在就作为对日后发展的播种和发展和累积 如果你是老板或者是自营业主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借助日时和新月的机会组建一支有效的服务团队 那这个团队对于你日后的一个日常工作是有很大的帮助 金牛座 新月和日时会给你带来很多创意的灵感 让你的思路变得特别活跃 那自己也会开始一些重振精神的计划 渴望去展示自己的才华和创意 但因为过于专注一些生活琐事 使自己的思路会慢慢缩小 内心深处会有一种迷失的感觉 同时新月和日时会为你的情感增添一些浪漫的气息 也有可能会忽然明白自己过去受伤是因为对感情的执着 并且从过往的这种情感的伤痛中觉醒 想要展开下一段感情 双子座 有可能会想要搬家 或者对家做一个大扫除和大清理的计划 同时受到世俗方面的一个压力 让你对父母产生一些责任感 但也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冲突和紧张 甚至可能会因为你对父母和家人的关心 以及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安排 在他们的眼里就变成了对他们的控制 因此自己需要做一个平衡的计划 要平衡好各个方面 巨蟹座 新月和日时的一个来临 有可能你的人生会步入一个玄金的阶段 开始一项新的学习计划 但在这个学习计划建立的时候 那么有可能会发现自己过往 因为对言语的表达 沟通交流 以及写作的那方面的一些 可以说是不自信 或者是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是欠缺的 那么会带来一些焦虑和挫败感 总觉得很多细节做得不好 但是日时和新月期间呢 你还会有可能收到一些好消息 这些好消息主要是关乎兄弟姐妹的 有可能他们在工作中升职 或者是他们加薪 或者他们的一些好的生活计划 失死做 会有一些重大的一个赚钱计划 或者是财务计划 如果这个是你之前已经筹划好的 那么在新月和日时来临的时候 就可以按部就班去开始实施 同时新月和日时会给你带来一个强大的直觉力 加上当下木星还是在你的金钱宫 所以多少会给你带来一些金钱方面的幸运 但需要提醒的就是尽量不要和他人的钱财产生关系 日时有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价值观上的重大转变和冲击 处女座 新月和日时会带来强烈的一个自我冲击 会因此产生一些自我发展计划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受到一些挑战 或者不得不面对某些过去的一个伤痛 但是由于木星当下还在处女座 因此在这一年中他都会给你带来一些幸运 所以可以把握新月和日时的机会 做一些长远的计划 最终你会收到自己所期望的 天平座 大家都知道任何行星进入十二宫的时候 都带有一种迷失感 而且会让人产生一种宿命的感觉 但同时又因为想向世人证明自己 所以就不停地去拼搏和努力 甚至去寻找一些勇气表现自我 这次新月和日时是发生在你的十二宫 所以不妨保持自己一贯光明磊落 公正公平的一个作风 做一些关于精神层面发展的计划 天蝎座 那么新月和日时发生在你的社交工和朋友圈 所以一下子会多了很多社交计划 结识一些新的朋友 同时自己仿佛也处在一个社交网络中 会从不同的方面吸收和学习 不过仍然会保护自己一贯的交友风格 就是严谨和挑剔 任何人要想成为你的朋友 必须经得受时间的一个考验 射手座 职业发展方面会有一些新的计划和转变 可能会升值或者展开一段全新的旅程 虽然内心可能对目前所处的一个环境和状况有些质疑 而且会有一些阻碍 不过仍然需要你先设定好目标 耐心的做好各个方面 特别是细节方面的工作 但同时要注意的就是有可能在你升值 或者是职业转变的过程中 那个人的隐私有可能会暴露出来 所以要做好这方面的一个心理准备 摩羯座 因为摩羯座一贯都是相对来说会保守和务实 所以在心愿和日食期间呢 需要设定一些大胆和长远的一个计划 并且这些计划是有助于你人生成长 可以转战到一些高大上的场所发展 也可能会有一些长途旅行计划 例如说去国外求学 去国外看一看 或者是说自己的人生计划中增加一些外国的事物 那么通过这些来实现自己的一个人生目标 水瓶座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投资计划 也有可能会收到关于遗产保险财务合作计划的消息 需要保持一些心疼头脑 避免因为自己的同情心泛滥而被别人骗钱 那另外一方面可能开始对亲密关系要进行一个重新的思考 有可能会找一条新的途径来建立与爱人之间的亲密连接 双鱼座 伴侣和合作关系上的一些问题会随着日食和心悦浮出水面 所以是时候要做一个大清理和扫除了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坐在那里等着别人来服务自己 我们也可以主动展示自己的爱和牺牲奉献的精神 心悦和日食虽然会动摇你的婚姻和合作关系 但也需要对自己做一个反省 这样才能够朝下一个阶段更好的发展 那么对于未婚的双鱼 有可能会有一些结婚的计划和想法 特别是在恋爱中的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